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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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電視界一年一度的盛事 在9月30號 52屆 52屆的金鐘獎 就要頒獎典禮了 每一次我都會在這個頒獎典禮 前面訪問幾個 比較特別的入圍的 像今天我們第一位要介紹 要特別的聲明 她真的沒有得過很多次金鐘獎 也沒有得過很多次金馬獎 但她有入圍過 而且很多人都認為 她得了很多獎 那就是楊貴妹小姐 妳今天那紅毯就這樣走出來嗎 妳最好今年 我在這個星光大道的時候 我就這樣看妳 妳就這樣走 好 今年楊貴妹雙料入圍 是... 真的 你看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是 遺憾拼一拼圖 這是一個很好的戲 是我喜歡 很喜歡 另外明女劇局電影女配角獎 媽媽不見了 對 鄭文棠導演的戲 對 也是一個很好的戲 很特別 這兩個角色都很難演 妳哪一個角色好演呢 我剛剛介紹有沒有很對 並沒有得很多次 沒有很多次 金鐘獎一次 金馬獎一次 亞太影后 那個很多次 那妳不能怪我們 我們覺得妳得很多獎 沒有 不是 因為我比較幸運 我跟到好的導演 然後比如說 最佳影片大家拿獎 我也要拿 我也要拍一次 所以那次就算我的 不是 不是 對 與有榮焉而已 所以我們再也就告訴評審 他並沒有得很多次 是 我沒有 而且每一個演員 我要說一句話就是 每一個演員其實並不是說 他以前演了很多好戲 或者他以前得過很多獎 而今年就是他今年的代表作 對不對 是 每一年都有一個成績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 來 今天妳是前輩 我要 幹嘛講 請坐 妳待會兒要告訴人家 得獎跟不得獎的心情 要怎麼轉換好不好 好 好 只要妳有經驗 妳也有 我也蠻多的 好 來 第二位 今年也是雙料入圍的 孫可芳 好 今年 孫可芳好 孫可芳姐好 妳好 衣服準備好了嗎 正在準備中 正在準備中 也是一樣正在準備中 對 其實孫可芳今年是入圍兩項 好 謝謝 好 一個是新進演員講 今年應該講直劇場大勝 對 小弟老師 讚 讚 其實妳應該一個人來了 對不對 對 只要是跟直劇場有關的 妳就上去了 對 妳就可以把所有的感謝詞 一段一段的講完 是 對不對 來 好 這一次直劇場當中 妳是新進演員是天黑琴碧眼 對 沒錯 對 然後天黑琴碧眼 也是戲劇節目最佳女配角 對 謝謝 太幸運了 還好妳不是跟楊貴妹一起 妳就是 好幸運 她很棒… 我看了一點點 妳看了一點點是不是 我看了一點點 這算不算妳第一次演戲 是第一次主演 我其實沒有演過一個 但是是員工的那種配角 對 像是我第一次主演 然後是懸疑恐怖的推理戲 推理戲對不對 好 恭喜… 謝謝 請說 好 第二位呢 這是想… 我不能說想不到 因為前一陣子才訪問她的 姐姐跟弟弟 然後就講到她 從小被欺負 她從小被欺負 好了嗎 姐姐做這麼多年 劉榮佳妳也沒入圍過 妳也沒入圍過 好 還可以 何以財 我快入圍了 快入圍了 小姐好 恭喜 謝謝小姐 恭喜 你們家的人我都訪問了 就妳我 對 沒錯 沒錯 但是妳曉得她這次是 江老師 江老師 妳談過戀愛嗎 她就是演江老師的戀愛 對 江老師有兩個 我是其中一個 江老師有兩個 有大江跟小江 小江 你是小子 我是大的 妳是大 對 看起來不像 但是我大 對 我是大的 好 其實她演戲的 她也都在你們Q 對 我們是一起在Q 你們算同學嘛 對不對 對 我們同學只是不同期 不同期 這次有很多人 有的入圍 有的沒有入圍 那那天 那天開派對的時候 會不會有點尷尬 其實心中的尷尬還是會有的 還是會覺得大家會不會 有一點小災 不會 幹嘛尷尬 得獎不容易 拿了獎就 幹嘛還尷尬 還沒得獎 現在只是入圍的派對 入圍的 但大家都很坦然 然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互相擁抱 恭喜對方 你們 你們已經入圍太多了吧 直劇床 是不是 電視啊 導演什麼什麼什麼 真的 幕前幕後 真的很多 恭喜恭喜 謝謝 請坐 謝謝 好 這次入圍名單當中 有一些非常令人驚豔的 就是沒有想到她會入圍 接下來這一位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而且她有點困難 幹嘛這樣子 因為她可能坐不下 國父紀念館的椅子 所以這可能是第一次的入圍者 要坐在走廊 好緊張 而且她不能坐在 她當中的走廊 她會擋住別人 擋住鏡頭 擋住鏡頭 所以讓她入圍 評審也討論很多 好 這次的新進演員獎 哈少緣 太意外了 她還不開心 太意外了 她也太奇怪了 她也太奇怪了 老實講 她當年演酸甜之味 這個角色的時候 她還百般的覺得有點委屈 非常 是不是 委屈的不是我自己 我是怕委屈的所有觀眾的眼睛 因為畢竟在裡面是要 將近全裸演出 我就跟導演講說 真的不要我們這麼辛辛苦苦 有這麼好的劇本 這麼好的演員 這麼好的一個Tim 毀在我脫衣服 這樣就不好意思 沒錯 這個鏡頭我們再看一點好不好 這個罩杯滿大的 對啊 好 但是問題不是 就是說她一個 這個 我們兩個身高差 搞不好 阿小元 你8一點 對 8一點 對 我坐桌子上好 但是你知道這個戲她真的很難演 這麼大個子 這麼高的 她要演一個暗戀張書豪的 對 你知道 對 好 而且你又這麼粗壯 又打籃球 你有沒有想到導演 為什麼要選你演這個Gay的角色 還是說你平常有一些 娘娘腔的動作 讓導演發現 真的有 真的 其實本來這個角色不是一個Gay 但是後來他們 真的不是 前面五級角 劇本出來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但是到後面 他們發現我真的好像有一點Gay的特質 打算把我給搬彎 就寫著寫著我就變Gay了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還有一些Gay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滿可愛的 然後自從演了這個角色之後 越來越多的一些Gay的關注 Gay朋友的關注 對 非常多 但是還好我本身非常對 非常好女生 因為比較不在角落搬彎 但是Gay的... 好 這一次其實 不管你長得多高大 你都要走星光大道 你的衣服怎麼辦 就去借 你的衣服到哪兒中 借前座衣 沒有 就定座 還是要定座 定座比較稍微跟平常不一樣 就穿著這樣子不一樣的感覺 正式的 非常正式 非常紳士的感覺 好 來 我可以回來了 好 請坐 請坐 其實入圍那天 這個接到消息都是開心的 對不對 但是每一個人應該場合不同 妳是怎麼知道的 我那天一整天在上課 上課 對 我在上課 9點半就開始上課 一直上到幾點 3點還是4點多 就開始我的電話就一直閃 一直閃 我想什麼事 翻開來看 妹姐 妳有一個 我蓋起來 我現在很有 我有一個什麼 我有一個 又閃 又閃 有個大聲 我就不好意思 因為關靜音 我就拿到桌子底下 我就打開我的LINE 天啊 全部是綠色 妳知道 未讀 未讀 來訓 我想說我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找我的助理 點進去看 妹姐 妳入圍一個 入圍就是金鐘 我怎麼沒想到 沒有想到寧願公佈 對 我就入圍 就是金鐘 那是哪一個 我還滿好奇的 然後我再打開我朋友的 恭喜妹姐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金鐘天荒 我忘了 我忘了有兩個戲 你忘了有兩個戲 我忘了 我就在邊邊想 還有一個是什麼 慘了 失憶 怎麼辦 結果後來我的助理打來了 原來是遺憾拼圖女主角 然後那個媽媽不見了女配角 天啊 這個課還能上嗎 上不下去了 完全 現在也丁子慶老師講什麼 對不對 對啊 我告訴妳 其實入圍還是真的開心的 真的開心 可是下了課以後 妳很開心 妳想要分享 沒電 手機沒電了 妳有準備好 可放是怎麼知道的 我那時候在家裡準備劇本 在準備下一齣戲的 然後就弄得頭昏眼花 然後心情有點不好 因為要看很多資料 然後那時候手機就一直咚咚咚 也是一直咚咚咚咚 想說又怎麼了 常常會有群組訊息 對 一看天黑的群組 然後因為我那天 已經完全忘記要公佈入圍 我就以為天黑群組又要約了 你知道有可能又是 他喜歡的張書豪 就是可能從大陸回來要約或什麼 我說好 那我就趕快滑開看一下 恢復一下 結果大家就一直恭喜還恭喜去 我說發生什麼事了嗎 金鐘獎 我內心就開始 心跳開始 然後一開始看 原來有公佈這家戲劇 這家編劇 這家導演都入圍了 對 天黑很多入圍了 對 然後我就好開心 我就超開心 說恭喜大家... 然後柯正蓮導演就說 那等完整名單公佈了再說 完整名單 所以我就想說 所以沒有公佈完整名單 因為那時候只有直播公佈七個吧 就沒有什麼女配星進演員 所以我就想說 OK 那好像不關我的事了 那我要假裝冷靜 假裝沒這回事 然後就再把電腦打開 再假裝很認真的做功課 結果做到一半訊息又開始 咚咚... 我想說怎麼了又怎麼了 結果一打開接起來 是先接到電話 經紀人就說 交感言 他就故意耍褲在那邊 他說交感言 交感言 我說什麼感言 他說要發新聞稿的 我想說天黑入圍最佳戲劇 為什麼要我交感言呢 我說為什麼要交感言 他說你入圍了 然後我就 什麼都交感言 我的感言就... 電話就丟了 然後再拿起來什麼 我就先哭了一滴眼淚 他就說入圍了兩個 然後就... 就開始痛哭 對 好開心喔 對 嚇到了 那個雨淳是在哪裡知道的 我好羨慕前面兩位 都是在一個就是準備 沒有在心理準備之下知道的 因為我是其實那天知道 要公佈入圍名單 然後我就覺得知道有報名 就覺得有報有機會 然後就一直在跟家人一起吃飯 我媽在我對面 然後我姐在我那邊 然後我阿嬤 然後我從日本回來的阿姨 反正就是一個家族聚散的概念 所以你已經在等待 對...她在 她在我那邊斜又訪 然後我就一直在看 然後我就假裝冷靜 然後吃著就牛排 但是又覺得牛排沒有味道 食不知味 完全食不知味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後來就看到那個名單 我就 我說媽... 我媽就幹嘛... 她說我入圍了 我入圍了 她說我入圍 金鐘甲啊 我說對 然後我就大叫說 劉昂芳入圍金鐘甲了 因為劉昂芳是我本名 然後我說對 她說啊 然後她就尖叫 從桌子的另一邊這樣 跑... 有點長 因為我們聚會有點多人 然後就過來大擁抱 然後阿姨就說 楊芳要哭了... 然後就一滴眼淚流下來 真的開心喔 太震驚了 但是... 有到我了是不是 對 那你是在什麼情形之下 因為你的快樂 會震動其他的東西 對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跟她一樣 我差不多... 我也知道那天是要公佈 那其實我... 你知道你有報新人喔 我知道... 我們每個都知道 要簽... 要簽書 要簽書什麼的 但是那時候也沒 其實完全沒有想過會入圍 但是還是抱著一絲的希望 有沒有可能呢 他們那個公佈入圍名單 有在直播 我就一直看直播 就覺得習慣 吳康仁怎麼話這麼多 你可不可以快點抱 快一點好不好 因為他們兩個就很多梗 滿好笑的 可是我都笑不出來 我怎麼可不可以快一點 然後弄了好久 也都沒有看到 就一直躺在床上 好吧 那算了啦 應該不會有機會了 就起來肚子餓去吃飯 跟朋友約了去吃飯 車剛停好 剛剛妹姐是手機 一直響... 那我不是 我手機都不響 妳知道嗎 我手機都不響 怎麼辦 好啦 那就是沒有了 算了... 不響就是沒有 對 不響就是沒有 那好 車剛停好 準備要吃飯 手機響了 我就看到我一個朋友 他是TVBS的公關 他就傳說 恭喜你 我想說你到這個時候 還好意思在那邊挖苦我 還好意思挖苦我 小年 他就在那邊 對 還好意思挖苦我 可是你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 你沒有朋友 只有一個 你只有一個 他在TVBS的公關 他是我們的公關 對 所以你沒有朋友 你也沒有同事 沒有家人 我是孤兒 對 我是亞細亞的孤兒 沒有人關係 沒有人管我 他就說恭喜你 然後我就回他一個屁 然後 對 他就 他好像也好像不太想理我 他就直接傳一個名單 然後就 對 把我的名字用螢光筆畫起來 就這樣 就沒有再回應我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一看到 我就有耶 中了耶這樣子 你會不會也不好意思 去跟朋友講 因為不確定 當然 對 會不會 想說會不會是假的 自己印了一份東西 畫個筆 對 想說會不會是騙人的 對 因為你電話好像沒響 對 然後我在搜尋 我在搜尋說 就是那個 還搜尋了好幾個 不一樣的那個新聞 才確定都有我 這應該是真的 應該不是在騙人的 我發現你真的沒有朋友 就求證台要你自己去求證 對 沒有 這手機都不響 你怎麼會這樣 好奇怪 對 我就在車上 開始大吼大叫 鬼吼鬼叫這樣子 跟著音樂開始唱 這樣子 開心 開心 非常開心 那你媽媽跟姐姐呢 她們那個時候都在美國 她們兩個都在美國 那我就確定 證實了有入圍之後 我就把那個名單 我也沒有傳起來 我就只把那個名單傳給我姐 然後我姐就很開心 過一下打給我 她就很興奮一直在 她也一直叫一直叫 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入圍 她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開心得快要 她說她開心得都流眼淚了這樣 我是覺得 這是一種浮誇的表現 她應該只是想騙我 就是讓她陪我走紅毯 但是不可能 應該不會 那你跟誰走紅毯呢 我現在其實還不確定 應該會跟導演 導演願意跟你嗎 對 我是一個沒有朋友的 導演願意跟我嗎 不清楚 可是還要問她 要逼她一下 其實 雙田入圍還滿多像 很多像 雙田很好看 對 導演也入圍 編劇也入圍 很厲害 其實這次入圍了這個 直劇場也算是最大贏家 直劇場太強了 太強了 對啊 真的很棒 那一天你們後來去參加 你們的聚會 對 氣功夜 那小滴老師有說什麼嗎 小滴老師就是 逢人就 YA 對 藝人永常的YA 急掌 然後很有中氣 就是她會做的 YA 那是沒有入圍的YA 因為她事前都會常常 我們私下聊天 她就會常常講 不要昏頭 像天黑那時候很紅 她就會跟特定幾個 比較紅的男生說不要昏頭 因為她很怕演員昏頭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記得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入圍以後 第一個是開心 第二個就是煩惱 煩惱穿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我覺得真的煩惱 很奇怪 其他都不煩惱 就是煩惱穿什麼 對不對 妳很多次了嗎 我很多次了 有的時候去頒獎 對 人家都覺得妳很多次 我說我沒有 我沒有很多次 我有很多次入圍 我有很多次 以前年輕的時候是主持 還有很多次是去頒獎 因為常常看 得獎都是別人 我常常看妳在那個台上 以為妳就 對 那評審都覺得我站在台上 真冤枉 得到最多的叫沈春華 對 十幾座 十幾座 十一還十二座 很多座 其實很厲害 真的 不過這次其實 妳的遺憾拼圖 跟媽媽不見了 這也是 近幾年妳自己 特別喜歡的戲對不對 對 是 是我近幾年 特別喜歡的 兩位女性的戲 然後那個劇本很好 然後導演觀念很新 所以她可以接受 我的表演方式 很開心 然後合作的演員 大家都很努力 然後也很願意 把內心的東西表演出來 很棒 我要不要講一下妳 競爭的對手 好玩 好 新節目女主角講 有方又欣 方又欣其實跟我演的是 同一齣戲 她書 書竹 她演的是 我們同一個角色 她演的是前半段 年輕的時候 然後我接她中年以後 對 對 而且她是星光大道的對不對 她等於是第一次 是 林雨昕 畢勝練習生 是 柯淑琴 楊丞琳 這都是得過的嘛 對不對 而且他們的戲都很好看 什麼 因為我裡面最難演的兩場戲 一個就是脫衣服 一個就是跟她告白的 因為我太Man了 我怎麼可能跟男人告白 我連跟女生告白都很少 大部分都女生跟我告白 她很棒 她很棒 對 你們都有跟她一起 對 對 我跟她也是對很對 我們兩個算情敵 對 對 我算是她的小三 對 對 楊丞琳 這都是得過的嘛 對不對 而且他們的戲都很好看 好 你不要講 女主角很競爭很激烈 你不要講也競爭很激烈 我告訴你 李千娜 李千娜 周恆穎對不對 周恆穎 楊貴美 楊麗英 郭麗英姐 鄭嘉宜 不好意思 都是厲害的 我覺得新人獎最厲害 先跟你講三個在我們這裡 對不對 而且另外兩個也都是你們集聚場的 對 所以只有你一人不是集聚場的 而且還只有我一個男的 怎麼會這樣 四娘交易 對 真的耶 四個女生都是集聚場的對不對 對啊 那你要跟我們當朋友嗎 這樣 我看還是算了 四娘叫子 這樣誰受得了 對 你是唯一一匹男性 在親近女人當中 你是唯一聽我們男性演員爭氣的人耶 感覺起來 就是被他們四個在討賭的感覺 四個圍起來霸凌我的感覺 沒有 不敢不敢 你是說在新近演員當中 你是男生當中最被看好的 真的嗎 對 那就不好意思啊 那就不好意思啊 因為那高娃看得比較清楚啊 對... 好 每次其實這個入圍的時候 我覺得 每一次我們看片段的時候 大概都會覺得說 這個片段剪出來 好像就會得獎的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不是評審剪的片段 我們是自己找的片段 好 我們先看一下貴妹的遺憾評圖 我 妳剛剛在幹什麼 三更半夜咧 妳都不怕人家講話 我跟我男朋友出去耶 怕人家講什麼 對不起啊 我沒有跟你講說 我會晚一點回來 好不好 妳好想想 對呀 我不會幸福 所以咧 你們全都知道了 只有我 我是個傻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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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演了耶 難演... 非常難演 非常難演 這一場戲非常難演 本來這場戲是沒有的 很抱歉 我自己爭取的 爭取的 對 因為在戲裡面 我獨自養兩個女兒 然後我先生其實是有外遇的 但那個外遇的對象 我遲遲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敢去面對他 還是我不想去面對他 反正我就是不想理他這樣 但內心裡其實有一份好奇 可是最後全部的人都知道了 都知道 我那天才知道 因為我的老公跟我姊妹濤 就是從小一起長大 就是同學一起長大的姊妹濤 在一起 瘋了吧 瘋了 真的瘋了 而且所有的女兒都知道 而且我覺得最痛苦的女兒是 我的親人 小孩 可能都知道 都知道 我不知道 連我女兒的男朋友都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就覺得好丟臉 其實感覺上 她們都被她們背叛的感覺 是 然後其實那個回房間就沒有了 沒有後面了 後來再出來見她們的時候 是我原諒她們 我說很抱歉 我不相信有哪一個女人 可以這麼超然 一定要生命有一個情緒的出口 妳才能往下走 不然她就去自殺了 那個出口要出來 所以後面的那個房間的戲 是我自己跟導演爭取的 我說請妳多拍房間的戲 到時候如果你覺得不好 你要剪掉 我也沒話說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拍 那個情緒就沒有了 對 謝謝導演 接下來看完楊貴妹的看哈校園 怎麼樣 好啊 好啊 來啊 來啊 很有自信耶 沒有啊 你很有自信耶 我沒有 有看到 我要瞪大眼睛 你要瞪大眼 這個戲裡頭張書豪有沒有這個 對你有所幫助 其實蠻多的耶 尤其是我在跟她告白的時候 對 我在 我在跟她告白 你會謝謝她嗎 其實我滿 那一場戲我滿感謝的 因為我裡面 最難演的兩場戲 一個就是脫衣服嘛 一個就是跟她告白的 因為我太Man了 我怎麼可能跟男人告白 我連跟女生告白都很少 大部分都女生跟我告白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對啊 那很少 跟男生告白太難了 那一場我們就喝了點酒 有喝一點酒 然後 她就突然屁股坐到我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動作 有讓我嚇 真的有突然嚇一跳 那就有一點那個感覺 所以你們不是套好的 沒有 她我覺得她幫我 她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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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都有跟她一起 對 對 對 我跟她也是對很多 我們兩個算情敵 對 對 我算是她的小三 這也好 對 對 對 好 我們來看 哈孝遠的酸甜之味的片段 我們兩個兄弟齊心 齊力斷金 把他搞大 搞大 小剛和阿丹結婚了 老實說他們的誓詞 是有點感人 講 講開 3 2 1 把自己喜歡的人的名字 彈出來 好 3 2 1 羅報如 你怎麼沒有喊 的前男友 羅報如只有教我一個男友 然後起來 很多事情 如果可以停留在 最原始 最好的那一面的話 那就是最棒的了 自己看好尷尬 怎麼會這樣 要哭耶 好不舒服 為什麼尷尬 你演的這個戲 讓很多人喜歡你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我覺得你在 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說話的時候 其實是很單純 然後你的戲很乾淨 很乾淨 而且 而且你也沒有 故意去演 對 沒有 你沒有故意去演 但是你看得出來就是 對 因為 來 還是看得出來 有婚紗照 這麼清晰 對 這 其實 現在來講 很多這樣子的角色 現在在國外 已經不是那樣的演法了 對不對 大家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 其實不是像 大家想像的 表象 表象的去演一個 對 你的表演比較內斂 謝謝 想不到 來 沒有朋友的哈孝遠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鼓勵鼓勵 提醒你講 我覺得這個導演 今年當然也有入圍 雖然這位跟遺憾拼的 都是TVBS的戲 是 但我覺得導演 用哈孝遠其實是一個 危險的棋 但是是一個很絕妙的棋 對 其實導演有的時候 就像 那時候我訪問齊仁 他用 盧廣仲 盧廣仲 就是 他說他其實是一個圍棋 在他沒有 跟他一起拍的事情 他 看見他 第一天他到QPLACE 來排練的時候 他想完了 我可能賭錯了 因為他一點表情都沒有 第二天他就入戲了 所以有的時候 導演是憑的一種感覺 謝謝導演 不要忘了 媽媽要感謝姐姐 不然你下輩子很難活 好 好 那我寄下來 我寄下來 他們會希望我寄下來這些嗎 應該不會對不對 寄啊 有需要寄這個東西 好 寄下來 那妳也要寄 好 問一下楊貴妹小姐 你啊 沒得獎星期末 楊貴妹提醒要帶錢 我那一年就是包包裡什麼都沒放 結果沒有得獎 我就一個人默默的走出那個會場 剛好有一個那個記者 他跟我很好嘛 他說姑娘 別拿過... 他就說我帶妳去有咖啡 我說好 然後我點了咖啡 然後我要付錢 沒有錢 還沒錢 我說對不起 OK 借我錢 不只借錢還要妳付咖啡 還要借我錢給我回家 好 那我寄下來 他們會希望我寄下來這些嗎 應該不會對不對 寄啊... 有需要寄這個東西 好 那妳也要寄 問一下楊貴妹小姐 你每次入圍都有寄一下那個 感謝詞嗎 沒有 你這樣子告訴他們 他們待會兒都不寄了 不是 我根本就沒有想 到我會得獎啊 所以我其實 那妳真的得獎那一次 上去就 亂講 亂講 有後悔嗎 沒有後悔 反正也不要去看重播啊 就講都講過了 反正講拿回家了 就是我的管他講什麼 我朋友還跟我說 我朋友還跟我說 蜜姐妳知道妳講什麼 妳最後還講 真的假的 不是假的 他說有 我說 他說不然去看 我說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沒人計較就好了 不要看了 但是我記得有一年 是無顏的山丘還是 就是大家 我告訴妳有的時候 大家都說誰會得獎 這個壓力最大 我告訴妳 每個人都說妳會得獎 結果那天 就真的不是你 無顏的山丘 是無顏的山丘對不對 差一票 差一票 然後他 我覺得是他 其實妳曉得很難過的是 這個 典禮完了以後 你知道的 得獎的都去慶功啦 或是還在拍照啊 還在訪問啊 那其他人就沒事了 你們要記住這種感覺 會有沒事的感覺 好 然後那個包包裡放個200塊吧 我那一年就是包包裡什麼都沒放 我因為我沒有經驗 什麼都沒放 結果沒有得獎 我就一個人默默的走出那個會場 那個國付紀念館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去坐車 剛好有一個記者 他就說貴妹 他跟我很好 他說貴妹 別難過 我說不會 然後我們就走 要坐大巴士 其實要坐大巴去慶功的 大家慶功的地方 可是我就沒坐 然後我就 我就不想去 就不想去 對 然後他就說我當然去喝咖啡 我說好 然後就去了 那個時候還洗來燈 洗來燈的時候去 然後點了咖啡 然後我要付錢 沒有錢 他說對不起 馬上借妳一千塊 不是 我只借錢還要妳付咖啡 還要借我錢給我家 記者說 沒有 後來還好 後來還好在我周圍都不遠的地方 那個 那個時候的中央電影公司的 那個總經理 江鳳琪先生 對 他在那兒 他看到我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說 沒關係 下次再來 下次我們再來 來 然後那個記者就跟他說 不是 他現在籌的是 眼前的問題都怎麼樣 然後江鳳琪先生就說 媽媽 我請客 點點點 看要吃什麼點點 我們不用一杯咖啡就好 其實我告訴妳 就是說這種 這種沒得獎的諾默感 也要先複習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兵家常識 這裡面入圍了有 每一項都有五個到六個人 只有獎 只有一座 所以勢必有另外四個到五個人 是要坐車回家 來 我們來看看 森可芳的天黑 請閉眼 就說明明在我們之中 還殺了那麼多人 你們怎麼會覺得 什麼都不查就能平安下山 查了又怎麼樣 他如果連警察都敢殺 你覺得他又建議殺了我們嗎 像妳這種條件好的 要什麼有什麼 怎麼看那種有些東西 再怎麼樣都得不到的感覺 你一直把我當笑話看 你是不是還在生大家的氣 我如果還在生氣 我幹嘛來啊 好 厲害 好 這個是又為兩項 一個是女配角 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一個是新人獎 另外一個就是你們 你們三個是對手 對啊 你們都是新人的 對 好厲害 我不知道要講怎麼安慧的話 有另外兩個沒來 所以也不曉得怎麼回事 不知道 來得好還是不來得好 但是我 我這個節目有一個例子就是 那一年忠心名入圍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在聊啊 他也覺得自己不會得獎 我說那你就先站在那 把感謝的詞講一遍 神的上台的時候 也沒辦法講 他就在那裡講完了以後 還是不得獎 所以來也不錯 那不是人人得獎 那我們現在趕快講 我們現在可以趕快說 趕快拿獎 好 其實這個雨晨呢 雖然沒有來到我節目 我一定要回顧一下 這個今年7月7號的時候 你的 她的姐姐跟她的弟弟 對不對 來到我們節目就有提到她 是 好 是提到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她姐是在外面了 好像她在外面 弟弟是邊緣人 然後最可憐的是老三的妹妹 他們幾個人想要吃東西 就是她去買 是不是 是 然後所有的欺負 全部都針對第三個妹妹 為什麼 妳要問她 妳要認識她第三個妹妹嗎 我是沒有遇到 但是我現在了解了 為什麼她可以把江老師 演得這麼好 這麼好是不是 完全是一種 心靈壓抑之後的崩解 被霸凌了以後對不對 對... 真的是被受欺負 而且就是其實我覺得姐姐欺負妹妹 感覺很合理 但我不太懂為什麼我弟 就也是反過來欺負她 對 聽著毆打我三姐 進行肢體上的霸凌 真的假的 對 然後小時候應該我記得是 我不太會控制力道 所以她可能有時候會受傷 我現在也懂了 對 還好我介紹她一個很好的 整體的一個事 那些都是舊商 聽有一個很誇張 就是我姑姑要 她們住澳洲 要來我們家借住幾天 然後就要有家裡鑰匙 那我們四個小孩都有鑰匙 但我媽其實就是 很希望弟弟可以回家來 所以她就去拿了三妹的鑰匙 我就知道 三妹 三妹 學招真的很可愛 今天我們要替三妹深淵 這個學詞應該是 好 我來了 今天這個 我特別要把這段找出來 因為本人在這 這就是個女朋友的人 對 終於她們家 好 第一個入圍 人就是不怕苦 真的 真的 苦盡甘來 就是這個時候 對 她真的... 妳現在聽得很可憐 對 真的很可憐 小時候常常哭啊 小時候常常哭 因為她們 就是因為她們 磨練了哭戲的一些 就是小技巧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看 張老師 妳談過戀愛嗎 是怎麼磨練出來的 妳偷看我日記對不對 我弟已經查到妳的IP 而且 而且裡面有我日記寫的是 對不起 妳知道 那種被人上下棄手的感覺 妳有多噁心 我以為妳忘了耶 我不知道怎麼辦啊 蘇晨 我現在想到妳說的每一句話 我都很想吐 妳好腳 不行 妳好 pursuit喔 妳好嘔心喔 妳好嘔心喔 妳好笑喔 危險喔 我剛剛問妳 我這樣裡面 手就壞掉了 我看妍老師好像變了一個人 對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喔 對 很厲害耶 就是 這個 江老師妳談過戀愛 還入圍了不少 對 對 很開心 是 很開心 當初大家都好辛苦 其實宇晨妳知道 她不是年紀很輕就去QPLACE 對 她是其實在這個行業裡頭 好像質疑了滿久對不對 真的 因為一開始是在 徐婷老師那邊做幕後工作 然後心中還是有一點隱隱約約 覺得說有點想要做表演 做演員 然後但是就覺得 因為家裡四個人裡面 有三個都已經在幕前了 那我還是做一個就是 可以每個月有固定薪水 就是進來的工作吧 就會有對自己這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但是在裡面久了 然後妳也看到那些演員在演 什麼就 心還是會癢對不對 對 然後有跟一婷老師說 老師有鼓勵我 但是也是勸我先把 就是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然後我就是也把這句話 雖然就當初就是有點就是 很不穩定 很浮動 然後但是還是先做完再說 然後後來就 因為看到曉莉老師要招演員 然後剛好我們工作室那時候 要休息一段時間 所以就 就是進入了這條路這樣子 所以 是不是 做演員這件事情是沒有 沒有一定的 對不對 對 你看入圍的這幾個都怪 然後他機會就要把握住 對... 是不是 對 其實機會溜走就沒有了 入圍謙虛不自買 楊貴妹細心勉勵後勤 其實我認為得獎是 那一年的成績單 我們可能只是考了100分 但是明年再下一部戲未必 所以不要自買 其實如果我們考了100分 就是告訴自己 我有那個潛力 我可以再努力 再考更高的分數 所以 做演員這件事情是沒有 沒有一定的 對不對 對 你看入圍的這幾個都怪喔 然後他機會就要把握住 對... 是不是 對 其實機會溜走就沒有了 其實妳算是從年輕 就入圍到現在 我現在也很年輕 妳要不要給他們一些這個 入圍了 獲得獎 獲不得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 我也哭過了 你知道嗎 就沒有得獎以後我也哭過 哭過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種情緒的發現 就是妳覺得那個對妳來說很重要 因為很重要 所以妳在乎 但是妳要知道 就算得獎 得獎其實不是說 妳未來就如何如何 得獎要更謙虛 妳懂嗎 有年我得獎 人家還跟我說 妳要謙虛一點 我說我一向很謙虛 人家說不是 以前妳看到人家說妳吃飯了嗎 現在妳要加一個 妳好 請問妳吃飯了嗎 說白癡 我說這樣子才有謙虛 不然人家會說妳很驕傲 我就說好難喔 好 其實我認為得獎是 那一年的成績單 我們可能只是考了100分 但是明年再下一部戲未必 所以不要自滿 其實如果我們考了100分 就是告訴自己 我有那個潛力 我可以再努力 再考更高的分數 這個分數可能可以 博士 碩士 博士一直到 發揚光大 沒得獎也沒關係 哭一下就好 但是我一直覺得 對新進演員 尤其新人獎來講 若為真的就是已經是 很大的肯定 我覺得在所有的其他導演 都會看一下今年的名單 然後找一下他的戲 然後原來 我覺得這個是金鐘獎 其實真的最好的是 給你一個肯定 所以如果你沒有 其他的成績的時候 尤其像花校園 如果你說我會演戲 誰相信 對啊 我自己都不相信了 但是你入圍了 人家就相信了 我覺得人家就會去看那個戲 人家就會想到說 以後有什麼角色 我就是可以找你演 我覺得那個肯定 是不一定得獎或者是不得獎 得獎當然是更好 但是得獎以後 也不要因為得獎 你以後 這個角色我可能不能演 想很多 想很多 真的不能想很多 我覺得角色就是跟 隨便 你就是今天演不好 他下戲以後就過去了 對 就去多演 我覺得多演 絕對是對一個演員最好 對不對 除非你像楊貴明 你才有挑戲的這種 我也不敢挑戲 對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在9月30號的時候 穿得漂漂亮亮 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對 星光大道的時候 人家訪問你也不要說錯話 不要學你的前輩說 如果我得獎是明治實歸 記下來... 不是 不過誰說不能跌倒的 我剛剛說 丟到博板面 第二天全部是你 而且跌得漂亮一點 對... 第二 宇春妳應該是姐姐 要幫妳打扮對不對 這才要長一點 就靠她了 要不然我一直嘴巴苦壞 與其被她一直捏... 捏到不如就由她了 就由她 對 就破綠這一切 就不要再被她捏 對 好 今天真的是 在這個30號之前 給大家的鼓勵 謝謝 謝謝小燕姐 得不得獎 都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對 沒錯 恭喜... 謝謝 謝謝 謝謝